在香港的银行里,很多人对招商永龙银行也感兴趣 这是一家什么银行呢?听名字就知道,跟招商银行肯定有关 实际上它是招行收购的一家香港本土银行 以前叫做永龙银行,成立于1933年 是2008年的时候被招行收购的 2018年就正式改名叫做招商永龙银行了 那招行它自己在香港也是有一家分行 也能够开招行的香港账户,叫做招行香港一卡通 但这个账户是出了名的男用,功能比较单一 而招商永龙银行它以前就是一个本土银行 银行的功能齐全,而且业务比较成熟 所以对于招行的用户,最佳的香港账户搭配就是招商永龙银行 而且如果你能够申请招商永龙的金葵花账户 你的资金往来成本会进一步降低 而且能够享受到更多的权益 那招商永龙该怎么开户呢? 它的开户还是很简单的 可以在大陆完成账户的申请与审核 然后去香港完成激活 但是也有一些注意事项 在接下来的视频当中 我会给大家展示完整的过程 还有很多人对招商永龙的证券交易功能比较关注 想用它来投资港美股 但实际上与互联网券商相比 这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在视频的后半部分 我会给大家演示出原因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先看招商永龙该怎么开户 我们在应用商店里下载一下招商永龙的APP 这个在大陆就能够搜索得到 打开之后点击我的 你看这个APP的风格跟招行是很像的 招行的APP在国内我觉得是最好用的银行APP了 然后点击立即开户 我们选择第一个全新客户网点开户 这个是适合大陆身份证来开户的 点击立即开户 新用户申请 直接点下滑到最下方同意 然后输入你的手机号 邮箱身份证 然后可以输入一个渠道码 可以不定期的享受招商永龙的优惠 使用屏幕上这个就可以 我也会放在视频说明里 点击下一步 点击下一步 这里呢是选择账户的类型 第一种是一般账户 这个呢最低也是要往里面放一万港币的 如果低于这个数的话 就会每个月扣一百港币作为服费 第二种是金葵花理财服务 这个的门槛就是五十万港币 如果低于这个数的话 每个月就要收两百港币作为服费 但实际上啊 这个费用 招商永龙已经连续五年减免了 今年也是减免的 你可以在他的官网快讯里看到这个消息 所以说大概率明年也会减免 而他能享受的权益呢还是不错的 第一个呢是接收汇款时收款行是免费的 第二个是金葵花账户能够拥有更高的定存利率 第三个就是有一些其他的零碎的权益 比如说你这个金葵花的银行卡寄送到大陆是免收邮费的等等 那如果你本身在内地就是招行的金葵花客户 那来申请这个永龙的金葵花账户是比较容易的 到了网点呢 它是一个承诺出资制 只要你能够让客户经理相信你能够出资这五十万 那大概率你是能把这个账户给开下来 然后我们往下看综合理财服务 这个呢是能帮你投资证券市场基金债券等等 然后底下默认的是开启证券融资服务啊 这个是能够让你炒港股美股呢 有这个融资融券的功能 按照它的默认选项继续就可以 点击下一步 在这里上传我们的身份证 辅助证件这里我们上传港澳通行证 上传好之后它会自动识别你的信息 看一下没问题就点击下一步 按要求填一下你港澳通行证的信息 在这里需要填一张招行的银行卡 即使你要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 也是有可能通过的 但如果你是金葵花的话 那就一定要在里面填一下 这样的话你获批永龙金葵花的这个概率也比较大 接下来要选择你的通讯地址 跟身份证地址和住宅是否一致 这里我们都先选一致 因为这样写比较方便 当你激活完你的赵商永龙账户之后 你可以在网银里来修改你的实际通讯地址 用来接收它的卡片 但如果你在这里选不一致 你就需要上传你的地址证明 会比较麻烦 语言选择普通话 粤语英文都可以 然后点击下一步 接下来填写你的职业信息 根据你真实的情况填写即可 税务信息就是中国加上你的身份证 然后填写你的资金信息等等 这些都比较容易 你就根据它的提示来选择即可 交易的这些评次什么的 你就往少了选 看起来比较像一个正常的账户 然后填写一下投资理财问卷 这些都没什么可说的 我们往下 确认一下没有外国的税号 设置你的用户名和密码 促销的方式 我一般会留一个电邮 来看一看银行的动态 然后就可以选择需要预约 核验身份的网点了 在这里呢 如果你已经确认好行程了 知道自己什么时间要去哪里 你就可以直接在这里选择进行预约了 但很多人这个时候 还不知道去香港的行程 那也没关系 先选择任何网点 我们确定好之后 再来预约 然后需要确认一下 你的个人信息 是否都填写准确了 下拉把这些条款 都点击出来确认一下 然后点击提交 现在你的开户申请 就完成提交了 账户审核的时间 大概两三个工作日 审核成功之后呢 会给你发一个邮件 告诉你的账户已经开好了 接下来要在180天之内 去香港任意一个网点进行激活 所以这个账户的申请提交呢 不用特别的早 你可以在你的港澳通行证办好之后 你的签署也完成了 这个时候开始申请这个账户 然后呢 关于预约 你可以呢 回到你的手机APP里 点击立即开户 这里有一个现有客户预约网点 点击立即申请 然后在这里面呢 根据他的提示 一步步的来选择你要去的网点 你可以选一个 你住的比较近的地方来进行预约 如果你的时间比较充足呢 其实你也可以不用在线上预约 到了香港 在你住的地方附近 找一个招商永龙的网点 直接进去 然后告诉他 你已经完成了线上的开户了 给他看一下 你的这个开户成功的邮件 现场领一个号 然后去激活你的账户 因为招商永龙呢 在香港 他并不是说实力很强的银行 所以里面的人呢 通常也不会像汇丰啊 中银那么多 那你进去之后呢 大概一个小时之内 就能够叫到你 把这个账户完成激活 如果你开的是一般账户 客户经理 甚至都不会问你什么问题 大概十分钟就能够 把这个账户激活 你只需要带上一万港币 去柜台 把这个钱存好就可以了 卡呢 他不会立刻给你 你可以在网上进行申请寄送 那如果你是开金葵花的账户 那你最好是背一下 你的收入证明 因为你需要让客户经理 相信你将来能够存五十万进来 他们银行呢 毕竟是追求业绩的 那总之呢 最后你不管存了多少钱进去 这个钱呢 你可以把它买成定期 放在你的账户里 尤其是如果你开的普通户啊 你这一万块钱肯定是动不了的 你就买一个港币或者美元的定期 放着吧 招商永龙的这个利率呢 不算说太高 只能说在香港的银行当中 属于一个中间的水平的 但是油总比没有好 对吧 肯定比大陆的还是要强的 那现在你的账户就已经激活能够正常使用了 其中有一项功能呢 就是能够进行港媒股的投资 那我们来看看它的收费标准如何 这个呢 就是招商永龙官方的一个收费手册 里面有个人银行的各项服务的收费明细啊 包括你汇款的手续费 以及这个证券服务的手续费 分成了一般客户跟招商永龙的金回花客户 那金回花客户肯定条件是更好的 那当我们用这个证券投资的功能的时候呢 用的就是一个iTrade证券账号啊 用手机银行就是这个招商永龙手机银行一点通 那你看一般客户 他港股交易的佣金是0.18% 金回花的用户是0.15% 其实这个利率呢 在银行当中算是比较低的了 但是我们来看一看他跟互联网券商的对比 我们来看一看华人用户用的最多的富途牛牛 他的收费标准 富途牛牛的这个收费标准呢 在行业里不算是最低的 处于一个中间的水平啊 你看他的这个佣金 港股是百分之0.03 是远远低于招商永龙金回花的这个收费佣金的 金回花是百分之0.15% 相当于是富途牛牛的5倍 这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收费项目 你可以仔细的看一看 比如说啊 有一个账户服务里的证券保管费 如果你在招商永龙买了股票 每年还需要交120块的这个证券保管费 这个在互联网券商里肯定是没有的 所以综合来看互联网券商呢 他的这个收费是远远低于银行的收费的 而且银行的这个交易系统做的肯定是不如互联网券商的 所以我之前就跟大家说过 如果你买港媒股的话 不要用银行直接买 我们用银行只是用它来出入金 最终进行港媒股投资还是要用互联网券商 那关于大家比较关注的几个问题都介绍的差不多了 如果你对海外银行以及海外券商感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加入视频说明里的电报群 我们一起交流 最后别忘了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